西瓜怎么种 1.进种清洗 用至西瓜时,要挑选原润饱满,无眉变的种子 放在室外向阳处晾晒3-5天的时间 然后将种子浸泡在55度的温水中 顺时针搅拌半小时 等待水分自然冷却至30度后 停止搅拌,继续浸泡10小时 最后用手将西瓜种子表面的棉叶搓干净 2.脆压处理 为了提高西瓜的发芽率 要将清洗干净的种子用多菌磷药剂浸泡2小时 然后取出清洗干净 再用烧布包裹好后 放在28度的环境中催芽 每天取出用温水清洗一次 直到西瓜种子露出白色的配根 3.播种种植 播种种植西瓜要在每年的4月份进行 将催芽后的种子直接播种在肥沃的甜蜜中 覆盖薄土后,盖上一层地膜保暖 等待西瓜顺利出苗后 再将地膜掀开 将环境温度保持在25至30度之间 继续 还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